6月24日,美国歌手查理普斯与仿旦少年团救国 首次正式合作单曲《Lift and Right》发行 这也见证了欧美流行与Kpop的美妙碰撞 轻快的旋律正如取名从左边转到右边 仿佛有人趴在耳边唱歌 MV发布之后,两人分别以黑白、红绿的相反色造型亮相 更是依靠在对方的肩膀划身两名活泼搞怪的大男孩 尤其是看过MV之后,很多粉丝都推测 左右中的爱情故事是同性恋 具体来说,MV中查理普斯努力让某人失去理智 甚至不得不去看治疗师寻求帮助 除了治疗师之外,MV中唯一出现的角色是救国 引发了一种理论,即查理对救国有感情 无法停止对他的思念 此外,MV是在纪念LGBT社区的Pride Mouth上发布的 最近,查理普斯本人似乎通过在MV下发布了一位粉丝留言的评论截图 间接证实了上述说法 他添加了两个表情符号,暗示他同意 粉丝评论说,因为除了两人之外 没有其他人被拍到 假设两人正在占据对方的心 我认为这很好,我完全赞成 使这一切正常化 读治MV灵感来自同性关系后 不少观众对左右表示了更多的支持 目前,Left & Ride MV发布两周多 点击量已达到7500万 在YouTube上的流行音乐类别中 排名第八 爱的寒舍 每日结束最新韩语 欢迎点赞和订阅哦